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清 别丧了 吃点甜的心情就好了 你可别给我草莓慕斯了 我这一个月都不想再见到他 你到底怎么了 我好不了了 你说说 我好不容易才喜欢上一个人 结果居然是一块没有反应的木头 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些什么若急若离 欲擒故纵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什么黑暗效应 吊桥效应 都是忽悠人的 你买课了 咱俩还真是一对苦命姐妹花 再也不相信什么爱情了 咱俩一对饭大子就够了 苏苏 我算是明白了 这顾南昼 根本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 气 我也别自作多情了 我以后还是老老实实 照着协议来做吧 什么时候等我还清这两百万 我就跟他再也没有关系了 周建兴 你真的是为了替我还债 才和顾南周结婚 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真的喜欢他 那他呢 他喜欢你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笔债什么时候由你来还了 轩哥 晴晴他只是想为你做点什么 苏小夏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 还跟他合伙瞒着我对不对 周子轩 你干嘛这么好疏疏 我这不是想让你的压力小一点吗 我不需要你替我来扛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扛得了吗 就你那一点公司 什么时候才能还钱那么多钱 那也不需要你来管 我说了这是我的事 再怎么说也比你把自己卖给别人当老婆抢 那我也不用你管 我卖谁是我自己的事 用不着你操心 周建青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无知的妹妹 我也想知道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可笑的哥哥 晴晴 你哥 真的是一心为你好的 他除了一天到晚坑我 骗我 我怎么看不出来他对我好 你不知道 其实这些年 你那些莫名其妙的抽奖 都是轩哥托我给你的 什么颜料啊 现金啊 手绘把啊 不是 你没发现 只要你需要什么 就突然抽到了吗 其实 你根本没那么幸运 都是你哥安排的 你居然一直跟他联手骗我 都是你哥逼我的啊 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如果主动给你钱 他如果主动给你钱 你就会觉得有负担 只有这样给你 你才能开开心心的收下 他是回来打工了 可他有目标 他跟我说过 要赞钱自己开店 总有一天 要把你家周氏酒店的名号 再次打响 你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 你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 我 我们就是偶然聊起来了 能偶然聊到连我都不知道的事 不对劲啊 你喜欢的人不会是我哥吧 不是啊 怎么可能 我开玩笑的嘛 这么认真干什么 我知道 你就算把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一遍 也不可能喜欢我哥的 不过说实话 你到底喜欢谁啊 这个 我下次再告诉你吧 你给我站住 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啊 我 我